据日媒报道,杰尼斯事务所的Johnny·喜多川社长于9日下午4点47分去世,享年87岁。 喜多川于1962年成立杰尼斯事务所,打造男性偶像,开创日本艺能界偶像男团热潮, 几十年来打造不少人气男团并一手捧红,而去年他清点龙泽秀明做接班人, 退居幕后,负责培训杰尼斯事务所新人的工作,并宣布龙泽为杰尼斯新开设的子公司。